你这么做 是破坏了云锦庄的信用 是否破坏信用 只需看云锦庄 接下来几日的订单数量 如若数量并未减少 说明在客人心中 云锦庄的衣裳值这个价钱 我虽提高了售价 但是想要留住回头客 从来就不是靠低价 而是靠品质 在这一点上 云锦庄从未失信于人 云锦庄数年来 一直坚持至高价低 怎么到你这儿就坏了规矩 师父还未发话呢 你这么做 实为不妥 霓裳 你做得很好 我只让你将那批衣裳 卖出十两白银 可是并未规定如何卖 所以 还是算你完成了任务 太好了 太好了 至于提价一事 其实我早有打算 如今各项材料成本增加 若云锦庄再不提高售价 恐怕也难以维持 这次你帮云锦庄试卖 反而让我安心 你懂得变通 头脑灵活 试块做生意的材料 师父很欣慰 你起来吧 以后可以继续留在云锦庄 谢谢师父 快起来吧 快起来 梅姨 今晚 大家一起好好吃一顿 庆祝一下 好 千语 您不肯给大家 炖的那只鸡 今日霓裳回来了 可以炖了吧 可以 可以 我就就去炖 我就就去炖 再给它熬碗姜汤 好嘞 谢谢师父 谢谢您 你就知道吃 太好了 霓裳 太好了 谢谢你们 来来来 放这儿 放这儿 来 把这个给我 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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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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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都别来了 小心点 让一下 让一下 快来了 别慢点啊 来 放这儿吧 好 给我 臭臭臭 臭臭 我第一次做这道菜 做得不好的话 我知道 这要是还不好的话 那慧仙楼的厨子 早该回家种地了 来 文秀说她身体不舒服 就不来吃饭了 师父啊 要不我们就先坐下吃吧 小心 这个 拿让她休息吧 梅姨 记得给她留了个菜 知道了 好 大家坐下吧 我来说两句 好嘞 今日 虽然不年不节 可是 霓裳重返云锦庄 也算是个小团圆 再说 你们节夜在即 不日将离开云锦庄 各奔东西 所以 师父在这里 先敬你们一杯 祝你们今后 虔诚似锦 不不不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好 这一杯 应该我们去师父才对 这些年 师父管教我们着实辛苦了 我们应该感谢师父 我们小元香长大了 越来越会说话了 霓裳 霓裳 你也说两句 元香说得有理 咱们姐妹相聚引锦庄 大家水平参差不齐 个人物性也千差万别 师父为了让我们一个个 能顺利出师 也是费了不少心血 师父 感恩的话霓裳就不多说了 来 姐妹们 咱们敬师父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娘辛苦了 来来来 别光顾着说话 快坐下吃 坐下吃啊 来来来 来来 吃菜吃 这些菜啊 这些菜啊 这些年鱼 全都不到大家做了 这些菜啊 师父吧 最近都下转啊 听见没有 好 好嘞 这些菜啊 来来来 梅姨爷 事后不早了 别收拾了 赶紧回屋睡觉 知道了 你也去歇着吧 来 哥俩好啊 又回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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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 你必须把这裙子喝完 好 成天 孩儿敬你一杯 走走走走 走走 你去哪儿啊 你别拉了 什么事儿下来 叫我提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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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去厨房弄点没音量的酸梅汤灌太队大了 洗脑提神 酸梅汤 你是不是知道我不爱喝酸梅汤 会整我是不是 谁让你喝这么多 我跟你说啊 你这次你要是回不来 这余景庄我也不在这儿呆了 从今往后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天涯海晋 我都 越说越来劲了是不是 又是叫你们知道了 还不扒了你的皮啊 元香 赶快把我拉走 拉走 拉走 走走走 走了走 行了 我都给你 这孩子 行了 别收拾了 快去歇着吧 我自己收拾就行 无法 没有帮你 不用不用 你赶快去歇着吧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去吧 那我走了啊 你去吧 你去吧 好晕啊 姑娘好兴致啊 在这里听曲曲叫 公子不也还没睡 在这儿看人听曲曲叫吗 贵庄欢声笑语 公愁交错 在下在隔壁呀 听得心里直痒 又未得到邀请 自然睡不着 想必是邀请公子来 公子也没脸来吧 我为何没脸来 我可是你师父的贵客 我可不得不论 我可以重新不着帆 那我们终于是在这儿看不下 我真的不受了 她还要发不上 我不下楼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的学识 技艺均算上成 如今也算是学艺有成了 但是切记不能适才生傲 轻慢主顾 敢问公子 我何时轻慢主顾了 不是会笑脸相迎就不算轻慢 将主顾视为待宰羔羊 更为狂妄 只有用心待人 用心做事 才能留得住客人 云庄主数十年来 待主顾如家人 制作的衣裳 每一针每一线 都不辜负客人的每一文钱 且从不拖大或欺瞒 这才使得云锦庄的口碑 日胜一日 霓裳姑娘啊 你要学的东西 还有很多啊 所谓经商之道 乃为商者 要有人心 诚信为本 同所欲弃 这也是商人 立足于世法根 看他 这就别看 霓裳姑娘 若在下的话说得重吗 还请姑娘见谅 多谢公子教诲 霓裳锦记 近日便是你们节夜的日子 按照云锦庄惯例 弟子结业前需通过考试 方能获得绣女称号 所以 我请来了赵大人 以及欧阳公子做评审 获得此资格者 便可获得云锦庄的认可 将来 无论你们从商也好 教习也罢 均可拥有此名号 另外此次 还会选出 云锦庄首席绣女一名 其实呢 通身只是略同直秀 奈何 你们的师父再三相邀 我呢也是盛情难却 勉为其难 还请各位姑娘 不要笑话我这个外行啊 赵大人过谦了 你也是看着这些孩子们 一点点成长的 所以您的评选 他们自然是服气的 虽然我是一个外行 但我这位异帝 他可是个内行 所以呢 我们两个共同评选 相信这个结果 一定会非常公正的 寿云庄主和赵大人相托 子虞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节夜考试的内容 是你们各自去淮州城里 招揽生意 订单最多者获胜 因为我曾未教过你们 如何招揽生意 这次考的 是你们的应变能力 还有经商才华 如不能胜任者 趁早打消丛商的念头 去各大秀方聘个秀娘 也是未尝不可的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好 大家都去准备吧 赵大人 欧阳公子 两位里面请 好 请 你 你 凌场 这次守协秀女定属于你了 林秀姐 别瞎说 看什么呢 还没比是 他还用比吗 我们这批人里属你自有本事了 你们都知道吗 其实那位欧阳公子并非商人 而是一位王爷 王爷 我 他呀 对江南之秀兴趣浓厚 所以才来淮州探访民情 咱们与景庄能够请到这位 洛王殿下 已经是很难得的荣耀了 欧阳公子 竟然是一位王爷 完了完了完了 你们是否曾对王爷不敬乖 原来他是为王爷 怪不得气质如此出众呢 长得这么一样 霓裳 之前我娘不让我跟你们说 你别介意 不管他是不是王爷 都与我无关 但是你平日里对他说话 总是重重的 你就不怕他 他若是因为这点小事 就记我的仇 那他与那些狭隘鼠辈 有何区别 他一定早就知道 欧阳公子的身份 却在一旁看我出仇 好你个霓裳 这个仇 我一定要报 霓裳 我 我什么都不会 能带着我 放心 我怎么会丢下你呢 霓裳你带好我 带好我 你带好我 好好好 大家一起 梅秀姐 这次能让我跟你一起吗 马上就要结业了 大家各奔东西 我帮得了你一时 帮得了你一时吗 姐妹们若信我 就跟我一块来 拉来的生意 我们平分就是 你们看看 我就说你了 我算好一个 我给你们帮忙 就好了 你帮我妈 好 你帮我妈 好 离开云郡庄 你有何打算啊 我也不知道 可能先去京城吧 你在那儿有亲人吗 我姐姐 你要想去 在哪儿 只是多年未曾来往 如今我父母 介意我安顾 我不知道他们 肯不肯收入了 你比我好 至少还有 舅舅舅妈 而我一个亲人 都没有了 不然 你和我一起去 投帮我舅舅吧 我舅舅在京城也有剑枝一破 正好我们可以帮上忙 可 可是我 别可是我 我不想和你分开 好 我没有跟你分开了 可是 可你舍不得成天 对不对 可心悦君兮 君古之 人家给你偷心窝子你还笑 成天喜欢的 就是你这股简简单单的劲 你要是在他面前 咬完嚼字起来 倒是会把他吓一根头 你不用安慰我了 他才不喜欢我呢 他若不喜欢你 怎么会让你整日 跟在他屁股后头转悠啊 他说过的 我现在太过于大大咧咧 要跟我做一辈子好兄弟 他真这么说 去 你干吗去啊 找他去啊 现在啊 他不是跟你称兄道弟吗 兄弟告别在即 让他陪你喝酒 这不让他喝酒 你俩躲在小厨房里 偷偷地喝 我知道梅姨酿的好酒 就藏在那儿 等喝醉了 就把你想说的话 统统告诉他 我不好啊 干什么呀 拉拉扯扯的 你有话说话 你关门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我这个月的钱可用完了啊 你不要想大我不赢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想说什么呀 你别吞吞吐吐的怪吓人的 我说不出口 我说不出口 你怎么就说不出口了 我 你想说什么 等喝醉了 就把你想说的话 统统告诉他 酒 酒 酒 大晚上的你找什么酒啊 没你的酒啊 你别乱动 家伙他肯定以为我偷的 偷就偷了 反正要离开温静庄了 你干什么呀 大晚上的 你别喝了 这可是烈酒 我必须要跟你说 你说呀 你醒醒呀 你什么意思呀 带我来厨房 你给自己喝大了 有人吗 有人吗 你这什么体格呀 我也抬不动你呀 大伙出去 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一会儿跟大家说一下 如何分配 程天 云香的你 还说呢 还说呢 他昨日非要拉着我喝酒 结果他一个人 把梅姨的酒全喝了 我正愁不知道 怎么跟梅姨交代呢 现在要紧的是 袁香若是再不来 就要错过考核了 那怎么办呀 他这会儿睡得跟猪一样 叫都叫不行 那 只有麻烦你大劳了 走吧 我们该出发了 好 好 走吧 何秀姐 这双手秀母肯定是你的 小心脚下 昌南镇的瓷器 正是 果然名不虚传啊 妙在 宫市局下个季度的博理单 王爷这边可算是有个交代了 大约多久可以出货呢 最快也要一个月 好 这个地方值得本王亲自取的 王爷莫急 好歹也帮云锦庄那帮孩子们 做完评审再走不迟啊 真不知道这回 那个丫头又会做出怎样的惊人之举 承天 你回去后也别说袁翔了 她现在一定特难了 梅秀姐 我没到过你打算去什么地方啊 他们去哪里 我自然就会去哪里 霓裳说他们要去集市 像集市那些贩夫走卒 售卖我们云锦庄的 上等的云罗绸缎 她脑子是坏掉了吗 我也觉得不妥 那可是 姐妹们 一会儿我们两人一组 分别从集市的东西 两个入口进去 一个时辰后 不管有没有揽到生意 我们都在集市南门会合 好 好 霓裳 你们真去集市啊 闻秀姐 你还是让我跟着你吧 那集市能卖几套医生呀 我跟着你给你打打下手 到时候你分我一点就行 我只要能拿到绣女称号 别的也不舍修什么 也罢 不过我们先说好了 我最多只能分给你 凭上绣女的量 但量体技术这些杂活 都有你来 没问题 真的呀 走吧 闻秀 你们去哪儿啊 对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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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你就惨喽 一套订单都没有拉到 连绣女都拼不上 咱们不是有五套订单吗 说好给我一套的 这五套订单都是我订下的 你就帮着量了量尺寸而已 难道还想分我一套不成 咱说好的呀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在师父面前美颜你几句的 虽然你一套订单也没有拉到 但是你学业几年也不容易 相信师父不会不同情理的 退一万步说 就算师父不通融 反正霓裳他们一套也没有订出去 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写恩秀 你也太卑鄙了吧 总是得到首席秀女称号 你也一文不值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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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完不成订单 那可就凭不了修女啊 妈呀 那你这几年不是白学了 来 我逗你的 你的订单我都替你完成了 什么 你们替我做了 你们拉了多少订单啊 多得你想都不敢想 霓裳怕你着急 就让我先回来告诉你 你怎么又哭 霓裳设计那个相册子 上面有很多的样式 是否没有想到 你们如此得力 短短一日 竟拉来这么多订单 尤其是霓裳 竟想到 将库房里的边角碎料 变废为宝 不仅填平了成本 还让那些 今年不见天日的废料 有了真正的用途 无形中让云锦庄 多了许多新主顾 所以霓裳 这一刻 不是师父教给你的 而是你教给师父的 师父 霓裳只是耍了些小聪明 跟师父比还差得远哪 这并不是小聪明 这并不是小聪明 而是大智慧 为伤者 不仅看眼前利益 更要放眼于长远 道理虽简单 却非每个生意人 皆能做到 如此说来 霓裳当选为首席绣女 应该是没有悬念的了 赵大人如此说 我并无异议 就看洛王殿下意下如何 霓裳姑娘 恭喜你了 好 此次 除霓裳 获得首席绣女殊荣外 其他人的表现 均可圈可点 都可以获得绣女资质 文秀 来 分发下去 二位大人 我们屋里坐吧 师父 文秀有话要说 好 你说 元香今日并未出去拉顶单 就是 文秀认为 她并没有资格成为绣女 但她名下却有五套订单 究其原因 乃是霓裳之使成天所为 霓裳作为此次带对者 公然作弊 不知道师父 该做出何种处罚 言文秀 你为何出处看着别人的脚后干 你说这么见不得别人的好吗 此言诧异 我只是就事论事 眼里柔不得沙子 你就是嫉妒霓裳 眼红她夺了首席绣女的名号 像你这种偷奸耍华 浑水摸鱼的平庸之辈 又凭什么说我 师父 文秀所言不错 元香今日确实没有出门 她的订单 也的确是霓裳直使成天为之代劳 霓裳有错 不配首席绣女的名号 烦请师父收回 但元香她并不是故意的 还请师父 看在她素日勤勉的份上 不要剥夺她的绣女资格 师父 首席绣女 霓裳得来当之无愧 该受罚的 只有元香一人 你就责罚元香吧 既如此 我也理应受罚 娘 霓裳和元香的一切惩罚 都由我来背 您怎样罚我都成 但是求娘 不要夺走她们绣女的资格 她们还要靠此意吃饭呀 师父 要罚就联我一同罚吧 我也该罚 成天替元香拉单子 我知情不报 理应一同受罚 师父 师父 我们也该受罚 现在 你也不疑 weil 可以 我用辞 那些公司 我认识 发承天 当杂医半个月 任何人不许帮他 娘说的是 承天认发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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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 你身为云锦庄的首席秀宁 按理说 想陪我逛街市这种事 以后 就不该由你来做 不过是个名号罢了 不必较真儿的 话非如此 云锦庄给你的荣耀 况且还是本王和赵大人 亲自评鉴出来的 岂能不当真 王爷教训的是 是 本王有个不情之情 不知姑娘可否答应 王爷请讲 在此处停留甚久 还未曾穿过云锦庄的衣裳 也算是汗室一剑 不知姑娘是否愿意 为本王做一套冬衣呢 不知姑娘是否有 不认为准婦庄的衣裳 也不认为准婦庄的衣裳 不认为准婦庄的衣裳 王爷来这儿 王爷请抬手 快啊 鹿王殿下 通神兄为何如此狂善 长南镇来信 说那里来了一批波斯商人 找他们订了一大批货 恐怕王爷要的那个数目 他们年下赶不出来 岂有此理 是本王先下的订单 若是不能按时交货 本王该如何向天家交代 不如王爷 立刻赶往昌南镇 亲自督促他们赶货 好 那劳烦赵大人备好车马 我们即刻出发 诺 王爷 这是现在就要走 本想着过几日在走的 现在看来是等不及了 王爷放心 霓裳定会进行完成冬意 紫玉 词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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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